这张图片是美国宇航局的詹姆斯维博太空望远镜拍摄的大型螺旋星系M51的美丽景象 和那些有着破碎或扭曲的螺旋臂的奇形怪状的螺旋星系不同 这个螺旋星系有着明显而完整的螺旋臂 就像这张图片里展示的那样 这张星系肖像是一个合成图片 它把维博太空望远镜的近红外相机和创新的中红外仪器的数据结合起来了 其中一半的数据是欧洲提供的 在这张图片里 深红色的区域显示了渗透在星系介质中的细丝状的温暖尘埃 红色的区域显示了由复杂分子在尘埃颗粒上形成的再处理光 而橙色和黄色显示了被最近形成的星团电离的气体区域 恒星反馈对星系介质有着戏剧性的影响 造成了复杂的亮点网络和巨大的黑色气泡 M51也被称为NGC5194或漩涡星系 它距离地球大约2700万光年 在猎犬座方向和它附近的小伙伴矮星系NGC5195相互影响 这两个星系之间的相互作用 使得它们成为了夜空中最被研究的比较多的一对星系 M51较小伙伴的引力影响 被认为是部分导致了它优雅而明显的螺旋壁形成的原因 微薄太空望远镜对M51的观测 是一系列观测中的一部分 总体标题是 新生星团中恒星反馈 或者简称为FIST FIST观测是为了揭示 恒星反馈和恒星形成在我们自己银河系之外环境中相互作用 恒星反馈是指恒星向形成它们环境中释放能量的过程 这是决定恒星形成速率的一个关键过程 理解恒星反馈 对于建立准确的宇宙恒星形成模型是非常重要的 FIST观测的目标是发现和研究我们自己银河系之外 其他星系中的恒星运域地 在微薄太空望远镜开始运行之前 其他天文台比如位于智利沙漠中 阿塔卡玛大型毫米波阵列和哈勃太空望远镜 已经给我们展示了恒星形成过程中 要么开始要么结束的一瞥 微薄太空望远镜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 让我们看到恒星形成和恒星光的早期阶段 以及气体和尘埃的能量在处理 科学家们第一次在我们本地星系群之外的星系中 看到了从它们的母亲云中出现的星团 它们也能够测量这些恒星 把新形成的金属污染和清理气体 需要多长时间 通过研究这些过程 我们将会更好地理解 恒星形成周期和金属负极 是如何在星系内部被调节的 以及行星和赫矮星形成的时间尺度是多少 一旦尘埃和气体从新形成的恒星中被清除 就没有材料可以形成行星了